九合一選舉台東花東縱骨原住民地區競爭相當激烈 其中岩平鄉在這次選舉中就有六位候選人參選鄉長 候選人分別為一號胡黃廣文 二號俞民豐 三號俞光雄 四號蔡清德 五號古建民 以及六號胡秋金 其中二號俞民豐獲得民進黨提名 其餘候選人都是五黨籍參選 而六號胡秋金擁有縣議員身份之外 其他五位候選人都是首次參選 雖然六位候選人對岩平鄉有完整的參選理念與政見 但如何帶動部落經濟是許多族人相當關心的議題 我們岩平鄉旁邊那個熱氣球 看每個暑假這樣飛來飛去 我們在旁邊沒有 沒有一點 這個就很現實 沒有什麼利潤可以進來 遊客來這邊就走 我認為一定是要可以帶領我們岩平鄉 就是所謂的農產業 還有那個我們的產業道路 這個都一直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農作物種起來了 沒有辦法出去 所以那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主任強調 岩平鄉總共有五個村 從事農業以及觀光業居多 但是農產品滋銷問題以及觀光欠缺規劃整合 如何帶動部落經濟成了首要解決的問題之外 部落人口老化以及族群文化流失更是族人們長期關心的議題 他就是要很早就對我們鄉民有我們看得到他做得到的那個事情 不分黨派 不論家族 真正會做事的人才可能受到選民青睞 岩平鄉選民人數約2400人